昨天的昆南街,附近台北坑都是主地区 早年昆南街边有一条水里会灌溉水道 既然年来一直希望可以利用这条灌溉水道 开发生一个转型的休眠活动空间 这件事经由市代表的情绪 这条水道终于在去年底完成整件 斗六四正溪里云南街 这个整段是大约是300多米的一个水利的土地 那原先是因为灌溉跟排水没有分离 那在去年底水利会把这个灌溉构取做好了 那这一段多出来的我们这个水利地的部分 我们请求水利会的同意给我们市公所在这边 做这个市区的排水系统 来落实这个灌溉分离的一个政策 以及我们可以将这整段做一个市区的绿美化 昆南街边的水道完成整件之后 市公所今天再度邀请上观景观 协调当地立美华的推动协位 水利会人员也表示外意配合的台多 由于云南街是在这个民生南路跟黄温市场的周遭 它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都市休闲的一个地区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将它绿美化之后 给我们市区的这些居民 带来一个一个休闲的购物的那个方便的步道 那我们在这边是一定帮将它做成一个都市的一个休闲步道 在我们的那个道路跟这个步道的部分 会有一个造型矮墙将它隔开 也就是说不会有其他的车辆能够随意任意停车 破坏我们居民在散步的时候一个休闲的空间 那矮墙的旁边我们会施作矮梨 矮梨以及造型的路灯以及太阳能的光源 让夜间如果说这边有居民在散步的时候 它有它适当的光源 这些人在美化间里面不正因为用地区的问题 一定免得到这些阵势当天 甘地匯员由中佣和市公所支援 记者以名为插方报道